你声音太尖锐了 小虎听着难受 这扇子比活机功 你是小虎吗 你咋知道呢 我咋感觉小虎就玩得可开心呢 你看 炮弹三岁半以后 给你认错 炮弹不想理我了 炮弹就一直不想理我 炮弹要是如果哪天想理我的话 那真的是吃错药了 有可能就是炮弹生病了 炮弹要不然就是眼瞎了 耳朵聋了 鼻子闻不出来味了 如果炮弹是正常的情况下 他会看见我就烦 看见我就烦的 汽油太小了 对还得适应几天 不能这两天不能拿出来 他就玩个没完没了的 虽然姐姐没说 咱也得有自己知名是不是 他因为他太小了 你经常给他放出来的话 一受大虎欺负 二他老是趴在楼子下面 喝鸟他现在刚好换肚子呢 他刚从那个奶换成肉肉 得让他适应适应 过两天就可以正常拿出来完了 随便玩 弹炮弹 炮弹在葛那边装睡呢 炮弹怕人家实际上睡呢 怎么这样呀 没有这样明儿了 没有这样明儿了 我们是河南省普洋市 都没装野生动员 每天上午是九点半 开播校是四点半 现在大福都 现在小虎都能打得过大福了 大福不是以前的大福了 大福脾气没有那么暴力 他没有太酷了 脾气暴躁 然后他就是跟小虎玩一会儿的话 打不过就拉倒 他也不会说是 除非吃东西的话 他也不会说是主动去招惹小虎的 大福他寿命长 所以他长得要慢一点 谢谢送的粉丝登牌啊 谢谢关注 没有关注的点点关注啊 点点关注我们是河南省普洋市 东北庄野生动员 每天上午九点半开播 下午是四点半 每天都会给大家直播的 大家 谢谢